学业典礼 发扬团队的精神 为何争光 下面是14区学员 在班里面受训的情形 全国商传联姻处举办的 以及团员训练班 设在西隆省立海洋学院里面 是一个专门培养 以及团员的机构 透过这里四个月严格的专业训练 热爱海洋的青年们 就可以达到他们 陈长峰破万里浪的志愿 驾驶课的训练课程有 接绳 钢缩拉法 信号训练 包括 针号 笔号 和手提 都是重要的训练课程 救难训练 是训练学员们 每个人的胆量 和熟练的逃生方法 另外还有 迷靠码头的作业 练习 批缆 带缆的动作 钓货网的编制 三人上尾 和双人上尾 训练 围杆上的作业 这是做令的练习 和消防作业的操作 编制训练 是训练学员们 利用会晤的本事 这些都是学员们的工作成果 除工科学员训练的课目 包括刀法练习 基本刀法 各种蔬菜的切法 肉鱼类的切法等 烹调作业 练点作业 更是重要的课程 每个学员在结业以后 都能够做出可口 而且拿手的整桌酒席 或是琳琅满目的西餐 服务生科的训练 更是多彩多姿 包括插花 餐厅 餐桌的布置 寝室里面 榻花的折叠等 学员们每个人 都能够把餐厅 毛榻 折出三十多种不同的花形 给乘客们 每天都有一种 新奇不同的感觉 以消除旅途上的寂寞 这是在别的地方 工作的服务生 所学不到的本事 今后 以及船员训练班 将继续为国家养成 以及船员 希望有志于海洋生活的青年们 向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 暂立报名考试 明年辅 zalど Start 入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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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消费